3月初,一个非常庞大的芯片联盟成立了 它就是由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 以及微软等十多家国际芯片巨头 共同成立的TripleX联盟 并且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芯片互联标准 通用小芯片互联,简称UCLE 说实话,这件事是非常蹊跷的 首先,这个联盟是为了TripleX标准而来的 但是川市成员里没有一家中国芯片厂家 因为在他们组队之前 中国也联合了国内的芯片厂家 在草里TripleX标准 甚至已经进入意见征求阶段 其次,它的成员也很奇怪 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是竞争关系 在数十年间,三家芯片巨头一直在相互竞争 他们旗下的芯片技术都是各自保密的 很少合作 但是现在,他们却为了TripleX联盟 摒弃了各自的技术壁垒,选择了合作 如果再把时间往回看 华为用TripleX技术造出了旗下昆盆920云服务器芯片 而苹果也用TripleX技术造出了电脑芯片M1 Ultra 号称苹果最强的芯片 TripleX的爆火震撼了整个芯片产业 更关键的是,它被中外都寄予厚望 国外巨头称它是打破摩尔定律的先进技术 而国产芯片则说它是突破卡脖子的关键 那么问题来了 TripleX技术到底是啥? 它为啥让这么多芯片巨头着迷呢? 中国和TripleX联盟又在争夺什么? 它真的值得我们期待吗?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近期芯片行业非常火热的TripleX技术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关注一下,感谢感谢 其实TripleX并不算是一项新技术 它的理念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来了 2014年时,华为就和台积电合作设计了一款TripleX芯片 后来昆盆920也是延续这项技术 但是当时还没有详细的理论 直到2015年时,周秀文博士参加ISSCC2015大会时 提出了一个Mochi架构的概念 他认为芯片行业的方向走错了 一味地追求芯片的先进制程是耗时耗力的 应该将重心放在成熟的制程上 用不那么先进的制程制造先进的芯片 这个Mochi架构就是TripleX的雏形 Mochi是Modular Chip的缩写 意思就是模块化芯片 把一款大的芯片分成很多块小芯片 然后重新组装成一块大的芯片 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 这里的小芯片就是TripleX TripleX是芯片的意思 而Lets是后缀用来表示小 所以TripleX翻译过来就是 小芯片技术或者芯米技术 小芯片的理念很快引起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集体共鸣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芯片是他们科技领先的保障 但是芯片产业发展到现在 已经走到了摩尔定律的尽头 按照每隔18到24个月 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 就会增加一倍的经验来说 芯片制造商已经很难量产更先进的芯片 以5纳米芯片为例 它的晶体管数量已经高达500多一个 如果3纳米量产 就需要上千亿颗的晶体管 台积电几乎就是卡在这里 如果一直卡在这里 那么中国追上发达国家的芯片制成 那不是就会变得很容易了 所以他们必须面对现实 只有解决摩尔定律的问题 他们才能继续躺着把签证了 而模块化的TripleX芯片 就是这样的技术 为了方便理解 这边简单科普一下TripleX芯片的优点 通常来说 一颗芯片的生产过程 可以分为设计 制造和风测三大部分 这三大部分就像是造房子 房子需要先设计好图纸 然后建好框架 再进行整体装修 芯片制造也是如此 设计就是规划好芯片内部的电路结构 制造就是按照设计图 在晶圆上刻出芯片 而风测就是最后的装修和验收 比如将芯片固定在机板上 给它套上柱角和外壳等等 以前大家造芯片 因为不需要面对摩尔定律 所以主要把精力放在设计和制造阶段 各大厂家都在研究 如何植入更多的晶体管 反而不在乎风测这一块 只是简单的将芯片包装起来就完事了 这就是传统的SOC芯片 更加先进的Triplet技术 反而给忽略了 而SOC和小芯片技术 就是装修里的两种路线 通常装修房子你会遇到两种情况 一种是精装修 开发商已经将房子装修到位 厨房卧室卫生间坐落在哪里 有多大 风格和形状是怎样的 都给你装好了 你只要简单的添置点家具家电 再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SOC芯片就属于这种 它的逻辑芯片、缓存芯片、IO控制芯片等等 这些芯片全部都集成在一块芯片上 连电路也是连接在一起 后期封装的时候 你只要将它包装起来就行 能发挥出多少功能 就看设计阶段和应用阶段了 如果设计的好 那么用起来就方便 如果设计的不好 那就是一堆糟心事 另外一种是毛胚房 它给你提供卫生间、厨房和卧室等基础模块 你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设计和装修 喜欢豪华卧室 卧室材料就用好点 喜欢大浴室就把卫生间搞大一点 甚至还可以改变格局 Tripless技术就属于这种没规划好的 逻辑、缓存、IO控制等都是完整的独立芯片 电路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 然后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将它们进行重新搭配 封装成一块完整的芯片 这些模块是可以调整的 至于能不能发挥出更好的性能 全靠你自己的调整能力 这两种风格你很难说谁好 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好处 在芯片制程不成熟时 晶体管的数量就比较少 只要在芯片里面不断植入更多的晶体管 芯片的性能就会够用了 所以简单的SoC芯片都能符合发展需求 金雕细琢的Tripless技术自然就被冷落了 但是遇到芯片的摩尔定律 就需要好好的注重全流程了 所以人们才重新重视起了Tripless 周秀恩博士的Molchi架构 很快就得到了行业的认可 大部分企业都在研究这种先进的芯片技术 尤其是AMD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将它发用光大 Molchi架构概念也逐渐演变为更加细致的小芯片技术 2019年 华为生产出旗下真正的Tripless芯片 昆蓬920 带宽提升了2.4倍 整体性能提升40% 成为行业的焦点 2022年 苹果发布旗下的电脑芯片 M1 Ultra 也是利用小芯片技术 就是将两块M1芯片组合在一起 组合成一个拥有20核中央处理器的大芯片 这块芯片被很多人诟病是粘合芯片 原本一块M1的晶体管是570亿根 现在两块组合在一起 晶体管的数量也才1140亿根 它的单面积晶体管并没有增加很多 简单来说 只是用面积来提高性能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芯片的性能确实提高了很多 核心处理器达到了20个 带宽提升了4倍 装机性能也提升了80% 在它之前 苹果芯片也是被人称作挤牙膏 连续两年 芯片性能只提升了11% 而苹果的设计印证了小芯片的一个优势 可以用面积来换芯片的性能 以往SoC芯片都是在一块芯片上植入更多的晶体管 想要植入更多的晶体管 只能提高单面积的晶体管数量 或者增加芯片面积 但是面积越做越大 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量品率越低 而通过小芯片模块 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它先是生产出小芯片 再搭建成大芯片 就可以解决量品率的问题 所以苹果的ME Ultra 依旧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TripleX搭积木一样的模块化 还有很多好处 它可以搭积木的方向不只是平面 也能在立体的方向上搭建芯片 这样同样的面积就能搭载更多的芯片 芯片性能也会更强 比如我以前说过的 2.5D封装和3D封装就是其中之一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更低的制程 生产出更先进的芯片 这就很神奇了 因为发达国家可以利用这个技术 突破摩尔定律来重新建立优势 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技术 打破先进制程的限制 用成熟制程堆叠出先进的芯片 从理论上 这是一条可行的方法 因为除了性能外 Triplet搭积木的技术还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良品率 功耗和成本平衡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芯片厂家和国际巨头看重的 首先说下芯片厂家最关心的成本 传动的SoC模式下 设计一款28纳米制程的芯片 平均成本约为5130万美元 设计一款16纳米的芯片 成本就上升到了1亿美元 7纳米制程的芯片设计 需要2.97亿美元 而目前最先进的5纳米制程芯片 一款芯片的设计成本 已经达到了5.42亿美元 可以看出在制程翻倍的同时 设计成本也近乎翻倍的增长 这要是在新一代的3纳米制程上 如果一家芯片设计公司 推出了一款失败的芯片产品 例如高通的火龙888 付出的代价将高达近10亿美元 没有哪家芯片设计公司 能够承担如此高昂的试错成本 但是模块化的Triplet技术却可以 举个例子 假如手机厂家需要设计三款手机芯片 每款手机侧重点不同 一款是综合性能好的旗舰手机 一款是拍照手机 按照传统做法就需要设计三个大的 SoC芯片电路 这种SoC芯片里面就有 CPU、GPU、ISP芯片等等 设计师不仅需要考虑小芯片的电路结构 也需要考虑它们在大芯片里面的电路结构 怎么合理分区 怎么协调工作都得搞定 但是Triplet技术就不需要了 因为小芯片都是模块化了 不需要重新设计 设计芯片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 将它们搭建起来 想要突出游戏功能就多加几块GPU 想要超强的计算能力 就来多几块CPU 甚至想要突出拍照功能 网上加ISP芯片就可以了 设计者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东西 只要有成熟的芯片模块 就可以搭配使用 难度自然就下降了很多 而且制程越先进 难度下降的越多 难度降低又意味着时间和成本降低 按照现在的Triplet技术 一款7nm制程芯片的设计成本 可以降低约25% 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 它们在设计16nm芯片时 费用是4.98美元每10亿个晶体管 但是采用Triplet技术后 设计7nm芯片的费用反而下降了 为2.65美元每11个晶体管 这就是Triplet技术带来的成本缩减 除了降低成本外 芯片的良品率也提升了很多 良品率是制约芯片制造的最大因素 传统的SOC架构芯片 因为把大量的晶体管都集成到了一块芯片上 所以难度非常大 只要错一个地方 那么这块大芯片就报废了 甚至你啥错都没犯 也会出现不良率 因为芯片制造过程中 有极低的概率会出现杂质污染 振动损坏等问题 但是Triplet技术 可以把大芯片分成很多块小芯片 那么每块芯片就不需要那么多晶体管了 即使是某个小芯片坏了 被污染了 损失的也只是个小芯片而已 根据统计 眼磨面积约为150平方毫米的芯片 良品率能够达到80%以上 而眼磨面积700平方毫米的芯片 良品率就只有30%左右 所以小芯片的良品率高 相当于是变相的节省成本 然后还有灵活搭配 因为Triplet模块化芯片 不仅可以向上搭积木提高性能 也可以以小芯片进行混搭 提高利用率 啥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传统的SoC芯片 因为把不同的小芯片都集成在了同一块电路上 所以SoC芯片为了保持性能 一般得使用相同的工艺节点 比如7nm CPU 需要搭配相同工艺节点的逻辑芯片 模拟芯片等等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定好 因为有的小芯片是没办法采用现金制程的 太现金反而会出现耗电 漏电等等情况 其到反效果 它可以灵活使用 即使不同制程的小芯片也可以搭配合作 它们搭建后的芯片性能 反而会超越都是先进制程搭建的芯片 比如AMD一款Triplet芯片 它在CPU上用的是7nm工艺 但是在工艺节点上 却用的是14nm工艺 这种灵活搭配对中西方国家来说 都有莫大的好处 因为越先进的芯片生产线成本越高 一条28nm芯片生产线 成本只要28亿美元左右 但是一条3nm制程的生产线 成本将会高达150亿美元 甚至是200亿美元 这是近10倍的成本差距 对于先进的芯片厂家来说 灵活搭配会让芯片的成本进一步下降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好处更大 因为我们担心的不是成本 而是先进的芯片被禁用 所以用成熟的制程搭建出先进的芯片生产线 对我们来说更有利 国际芯片巨头们非常希望抢占 Triplet技术的高点 中国芯片则希望在新的领域不要落后 赶上前排的队伍 所以一场关于Triplet的技术之争就诞生了 2022年3月份 Intel、三星、台积电、AMD等十多家国际芯片巨头 共同成立了小芯片联盟 并且推出了多样化的连接标准 通用小芯片快联 其他厂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小芯片连接是需要接口的 就像搭积木一样 如果你的接口不同 那么你是没办法搭建任何东西的 但是现实中 每家芯片的技术标准都不一样 接口也不相同 所以要想将它们实现模块化互联 就必须同一个个厂家的接口 按道理来说 这个UCLE联盟相对中型化 的确能促进Triplet技术的发展 我们也应该积极加入才对 如果你也这么认为 那么说明你太天真了 首先 这个团队的创始成员并没有中国 而且在几个技术标准上 也是以AMD、台积电、Intel的技术标准为主 早在很早之前 华为就被一些标准组织踢出去过 所以我们很难保证 它们的技术标准不对我们进行卡脖子 所以中国也在做自己的Triplet标准 2021年5月 由中国计算机互联技术联盟带头 联合科学院和国内芯片企业共同成立了Triplet标准 其中 小芯片借口总线技术要求 已经进入公式阶段 那么 两者相争中国到底有何优势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由国际芯片巨头组成的小芯片联盟是非常强大的 不管是从设计、制造还是风策上 都领先中国一大步 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 但是新的技术有一个好处 就是阻碍比较少 不会出现众多专利卡脖子的情况 这就给了我们发挥的空间 比如在EDA设计软件上 原本SOC芯片常用的EDA设计软件 都被老美垄断了 我们国产设计软件很难突围 但是在Triplet上 EDA的设计软件还不成熟 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即使是老美的技术先进 也只是跑得快一点 中国的设计软件依然有很大的突围空间 以九大华天为例 有投资者向他们咨询 九大华天是否布局Triplet技术 他们的懂命就表示 Triplet是一项先进集成技术 需要EDA全面支持 而九大华天在EDA上进行了设计 制造封测的全流程的布局 言外之意就是 九大华天可以提供 Triplet所需要的软件服务 这里到底能提供多少服务 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可以确认的就是 我们也是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同样的在材料更新上也是如此 Triplet技术是先进的技术 新的技术就意味着新的材料应用 我们不指望做到一家独大 但是只要在新材料上积极参与 做到自食其力即可 除了新技术和新材料 我们其实还有两个优势 就是举国体制以及庞大的市场 让我们更加团结 搞联盟最怕的就是不团结 虽然Triplet联盟号称要提供 一个多样化的连接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到底以谁为主 需要很多新面厂家进行磨合 而这种磨合往往是最难的 毕竟一流的企业做标准 标准就是代表着利益 没有人会把利益拱手相让 他们会不会为了利益 导致联盟爆发矛盾 谁也不敢确定 而且这种事是有先例的 2020年 老媒其实就已经组建了Triplet联盟 这个联盟几乎就是Triplet联盟的翻版 不过当时的Triplet联盟 基本上由英特尔一家独大 英特尔免费提供接口标准AIB 以及封装技术标准EMIB 然后邀请其他厂家一起参与建立生态 其他新面厂家也不傻 当然不陪他玩了 英特尔无奈之下 这才重新搞了UCLE联盟 但是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 想让其他厂家积极参与 就需要把蛋糕分出去才行 但是分出去多少呢 谁也不知道 相比之下 中国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可以整合各家的力量进行突围 而且庞大的市场也让我们不用担心 前期没有人配合 事实上Triplet联盟后来也邀请国产芯片加入了 比如新元微电子的 毕竟芯片再牛你也是要卖的 我们有市场 也可以邀请一些外企来参加我们的标准 未来的Triplet竞争一定是长期的竞争 最终的成果花落谁家 还未可知 也希望我们的芯片早日实现国产自主 好了我是熊猫 都看到这边了 您要是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麻烦给个赞呗 感谢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